最近如意传剧情推进紧透 莲心和王欣的对时成为一大虐点 莲心终于受不了 王欣的飞人的折磨 选择了跳壳自尽 还好被如意救了回来 莲心也实在忍无可忍 他只能把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 想想甄嬛专里的催俊戏 虽然都是对时 但境况就是约泥之别 复查皇后把莲心恩赐给王欣目的很简单 就是收买王欣这个眼线 毕竟他是皇帝身边的大太监 可以随时充当皇后的耳目 皇后自己不自信 才想着安排眼线 为自己多争取利益 他一开始也是很舍不得把莲心送出去 毕竟莲心很靠谱 放在自己身边也是神主公 送了出去 身边就只有素链了 这时候负责带节奏的金玉岩出现了 他重点分析了拉拢王欣的好处 而且一定要挑年轻的宫女 这时候金玉岩把素链排除在外 毕竟素链年纪有点大 拉拢了素链 以后就有人可以为金玉岩卖命了 没看到莲心后面 在皇后面前哭诉的时候 素链还要说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打断了莲心的素链 都是皇后的贴身宫女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素链这样的人最恐怖 她是很忠心 面相看起来也值得信赖 可耍起烟招来 房不胜房 后面莲心听到皇后和素链的聊天 彻底心寒 素链还特意提到莲心宫外的家人 在皇后的照服中 这些捆绑利益 才是驱动莲心牺牲自我的重要点 皇后这样的佣人之道太过于残忍 后宫佣人绝对不仅仅是利益挂帅 越是身边的人才 越是要情感与利益并驾齐驱 甄嬛传里崔锦西是甄嬛的心腹 崔锦西为了促成凌云峰的甄嬛重返后宫 她甘愿与素陪省交好 甄嬛第一反应是抗拒的 毕竟太监不是正常男子 女人还是懂女人的 和太监对时是一种煎熬 甄嬛首先是尊重崔锦西个人意愿 她把崔锦西当人看 而非交换工具 再看复查皇后的对联心 虽然一开始有点犹豫 但最后还是看中了利益 而且复查明显对联心的个人关怀是很有限的 如意传里的复查皇后 有点过于中庸和愚父 她做人做事不够狠 于是皇后亲娘只能盯主素链 代替皇后做一些狠事情 复查皇后缺乏的是个人主见和判断 于是容易被人带节奏 被人牵着鼻子走 也是因为她本身的过于中庸 她不懂得如何投入个人的真情实感